上海户口对就业有多大帮助 大家知道吗 前段时间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下 上海户口的一些好处 有很多朋友留言说 其实上海户口对就业也有很大的帮助 我总结了他们说的三点 第一点就是有些岗位 他只招上海户籍的人 比如说一些基层的 包括街道社区居委会 甚至业务会 他只招上海户籍的 那这一点我没有途径去确证 但是看很多人都这么说 应该是至少很大比例 是以上海户籍为主 第二点就是 很多朋友说 如果上海户籍去民办企业应聘的话 应该也是有优势 这一块呢 可能我有一点点的了解 因为之前我们企业确确实实 接到学会区的一些电话 就确认我们企业里面有多少 上海户籍的人员 好像是说达到一定的人数 或者达到一定比例以后 学会区会有相关的补贴 不过这是前几年 我不知道这几年是不是一样的情况 那对于我来说 以及我们单位来说 我们招聘肯定不会为了这些补贴 去招人对吧 一定是找到那个合适的人 这个合适的人 第一他有能力胜任 第二他有上进心 第三他要的工资 是我们能给到的工资 对吧 这才是最主要的 我肯定不会优先看他的户籍 当然了 如果正好我们招到了上海的员工 达到了那个比例 我可能会去申请一下 但其实申请拿到的优惠 或者补贴也不会特别多的 所以我相信有企业 会为了这个补贴 去优先招聘上海户籍 但是我相信也有举大多数的企业 他不会考虑这个问题 一定是考虑我前面说的那几点 对吧 第三点就是大家总结的 就是去到事业单位 或者是公务员可能会有优势 就很多朋友说 上海这边的公务员 必须要上海户口才能报考 否则的话 只有硬件生可以报考 那刚才我查了一下 其实还是有些出路的 就是如果你不是硬件生 如果你也不是上海户籍 还有一种条件 我们也可以参加报考 就是你必须要是硕士以上学历 同时持有居住证一年以上 另外我们的居住证积分能达到120以上 也是可以参加公务员考试的 所以这块确确实实 上海户籍有很大的优势 但也不是说其他人没有机会 就优秀的不是上海户籍的社会考试 其实也是有机会的 好这就是我总结的 大家提到的关于上海户籍就业方面的优势 确确实实是有一些优势的 但是我觉得它肯定不是我们为了落户的首要目的 首要目的肯定还是买房和教育 因为毕竟上海落户它花费的精力 还有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我相信如果仅仅是为了好就业 应该有蛮多数人不愿意去折腾呢 对吧 应该主要还是买房和教育 因为那是决定我们后半辈子很大 很重要的事情 对 但是我觉得这些就业的福利 还有医疗养老的福利 也是加强大家一定要努力 甚至尽快把户口录下来的一个催促的点 对吧 也是一个加分项 所以今天我也就给大家整理一下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当然也欢迎大家留言 探讨更多的一些可能性 好不好 好 今天的总结和分享就到这里 我是雨晨 关注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拜拜